大家好,我是顾影琼博士 今天看见国内很用心拍的一部纪录片 叫做《真实成长》 是面对三位不同性格 不同家庭背景的九五后少年长期跟拍 从高中阶段到他们大学毕业进入社会 从2012年开始记录北京十一中的三个学生 他们一开始都满腔热血 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和社会的批判 一位去了北大历史系 一位去了纽约电影学院 还有一位完成了国内的本科和研究生 三个人虽然都表现得从容不迫落落大方 但是最终三个人都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学校学子们被打磨得方方正正 甚至尖锐 到了社会就慢慢地磨圆了 回想在学校的日子除了清澈羞涩 还有些牛角尖 非常的傻和天真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本科毕业出来 2018年已经是房价巅峰 不拼跌买不起房 2019年经济已经开始下行 开始内卷 如果读博士 算是最快的硕士连读 五年毕业 也就是在2021年 北大博士考城管 所以说不管你多狡猾 多努力 人生总是躲不过时代 既来之则安之 高中的行言状语 就当是梦一场吧 有道理